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2021年第一天,网上有消息传言 马云从深圳坐私人游艇到香港 然后转机到新加坡 持有圣基祠护照 真能逃出升天说明马云有人 而且背景不一般 消息有待证实 在遥远的加勒比海 被称为北美的后花园的圣基祠 是一个环境优美的热带休闲岛屿 这有着迷人的银灰沙滩 美丽的椰子林和郁郁葱葱的种植园 每年都会吸引各国众多游客 前来休闲度假 享受其美丽的风景和难得的宁静 游客数量的激增带动了 圣基祠当地房地产市场的需求 房产投资备手追捧 翘江南创始人张岚 龙光集团董事长 纪海鹏女儿纪凯婷 贺基集团旗下有时尚品牌 欧实力创始人 Jackie 徐等中国富豪 也纷纷选择移民圣基祠 这个美丽国度 圣基祠 俨然成了备受全球各国富豪 和企业家们宠爱的商务和度假圣地 那么通过移民 拿到圣基祠公民身份 都有哪些好处呢 随着国内外汇管理部门监管加强 及CRS的不断推进 国家对高净值人士的监管 已上升到一个更高层面 在重压之下 高净值人士 急需一个高质量的海外身份 守护资产安全 并实现完美的税务规划 圣基祠没有个人所得税 净值税 遗产税 赠予税 资本利得税等其他税务 是全球著名的 离岸金融中心 和离岸基金设立地点 子女教育 是移民者绕不开的话题 所有移民者中 为子女教育选择移民的 大概是占35% 圣基祠教育状况十分良好 拥有纯正的英式教育体制 对5至17岁学生 实行12年义务教育 子女在圣基祠当地读书之后 可以直接转到其他英联邦国家 继续读书 而且还可以轻松地使用 圣基祠身份 就读国内优质国际学校 也可成为国内名牌高校的跳板 圣基祠护照可以免签 所有欧盟及申根国等157个国家 可以说圣基祠护照 是全世界的通行证 是一本说走就走的全能护照 在全球连接日趋紧密的今天 中国已从过去企业走出去时代 转变为个人全球配置时代 据相关报告显示 预计到2020年 中国可投资资产 大于600万人民币的家庭 将达到346万户 其可投资金融资产 将占据中国整体个人财富的半壁江山 与此同时 更多的高净值人士 已经关注时代风口 开始拥抱全球资产配置的时代 尤其伴随近两年人民币的持续波动 资金出海欲望更加强烈 其实全球资产配置 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是陌生的词 我们时常能从新闻上 看到某某明星或富豪 在海外又投资了股权或是房产 如功夫巨星成龙 在澳大利亚投资了多处豪宅 以曝光的一处是在首都堪培拉市 另一处则是在昆士兰州 布里斯班索塞州的黄金海岸 俗称成龙的澳洲风水楼 而金马影帝任达华 则投资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涉及豪宅和金融投资领域 包括纽约的曼哈顿58街 巴黎的二区 香港的中环等 不少富豪也在加紧布局海外资产 恒大老板许家印 在澳洲购买了高达3990万澳币的豪宅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 则在香港的白家道12号 购买了价值15亿港币的豪宅 除此 马云还在非常稀缺的美国纽约 布兰登公园附近 购置了土地 当然 不止这些拥有较高知名度的明星和富豪 在海外进行资产配置 现在 在娱乐圈及企业圈 稍微有点资产的人士 都已经加入了全球资产配置的大军中 随着中国CRS的强力推进 及外汇管理政策的趋延 要想轻松实现全球资产配置 将会越来越难 而拥有一本功能十分强大的外国护照 是成功投资海外的奠基石 能够让海外投资更加轻松 获得的利润也更大限度的属于自己 鉴于其强大的功能 拥有一个圣基茨公民身份 目前已成为高净值人士 海外投资的必备品 作为著名的低税天堂 圣基茨政府对本国公民 所有境外收益免税 无个人所得税 资本利得税 净资产税 赠予税 遗产税等 中国高净值人士在CIS风口下 拥有圣基茨公民身份 能够切实保障自身的财产利益 据小道消息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兼创始人马云 可能在新加坡维多利亚园 优质洋房区 正在开发一栋 两层高带地下室和私人泳池的豪宅 目前 这个豪宅项目正在施工 它位于新加坡维多利亚园 弄沿线 占地面积将近三万平方英尺 是一处地势很高的 999年地气的住宅土地 这块地坯上 曾经有一幢20年历史的优质洋房 以4000万新元的价格出售 目前 这栋洋房已经被拆除了 这块土地已经被围板围起来 根据工地的招牌上的消息 我们可以看得出 这里正在施工建设一栋 新的优质洋房 招牌上 除了携有香港 廖仪康建筑设计公司 和一些其他顾问 没有任何关于业主的信息 早在2017年 新加坡商业时代 就报道过这宗交易 但是买家的身份一直是个谜 曾经的买家名单上 列出过瑞银信托新加坡有限公司 作为购买这栋 维多利亚原弄的 优质洋房的协议委托人 这栋洋房的卖家 是一对离婚的临世医生夫妇 以及QE医生的母亲 新加坡的房产买卖 是可以通过信托结构方式的 例如购房者可以使用信托公司 或机构购买用于遗产规划类的房产 这是指购买房产的目的 是将其转给尚未达到法定财产 所有权年龄的受益人 另外一方面 使用信托公司购买房产 也是可以保护买家的身份 不被公开 根据新加坡的住宅物业法 外国人购买新加坡房产 必须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方可 如果房产是通过信托协议购买 那么提交转让的一方 必须要说明受益人的详细信息 在过去七年里 一共有七名新加坡永久居民 由于对新加坡做了杰出经济贡献 被批准可以购买优质洋房 广告 从新加坡商业时报的报道中显示 维多利亚原弄这栋优质洋 无需获得相关部门批准 这也说明信托协议受益人 可能是新加坡公民 据信 马云的妻子是新加坡公民 阿里巴巴创始人偏爱新加坡 一 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之一 圣一飞在新加坡 另外一处优质洋房地段 李敦园 以5000万新元购买了一栋优质洋房 圣一飞是新加坡公民 二 在2015年 另外一位阿里巴巴创始人之一 孙童宇 赤5100万新元 赤5100万新元 豪至乌节路的豪华顶层公寓 他购置的公寓 是位于新加坡第九区的 Lenovo Ardmore 当时创下了新加坡顶层公寓 最贵记录 阿里巴巴在新加坡 拥有着庞大的业务规模 光员工就有几千人 阿里巴巴新加坡的生态系统 业务部门 包括中文零售网上商城天猫 阿里巴巴云 支付宝 Lazda Redmart 新加坡最大的网上超市 和阿里巴巴达摩院 坊间流传 马云曾在2015年的时候 在香港山顶白家道 以15亿港元购置豪宅 这是一栋三层高的独立式洋房 约合每平方米超过136万港元 这个价格创下了全球每平方米 单价第二高的记录 同时创下了香港每平方米 价格最贵的记录 据悉 此次交易的过程相当保密 极少人参与 很多香港媒体都表示 没有听说过这宗交易 甚至都不清楚这个项目 放在香港房地产市场上 马云为新加坡国际诚信研讨会 做的视频演讲实录 在马云看来 通过线上的交易 势必需要诚信体系来维护 对阿里来说 一方面是建设诚信体系的产品 另一方面则是公司本身的诚信 马云说 阿里最骄傲的工作 是诚明了诚信值多少钱 中国人很早就明白 要做成是什么东西才是第一位的 中国是先把人 意 理 自信 这些道理都想明白了 想彻底了 才有了后面2000年的辉煌 政治 文化 艺术 经济 每一样都非常了不起 中国曾经有百年的GDP 是在全世界排第一的 论语才11000多字 也就只有今天报纸的一个版面 但是一下子就影响并治理了中国2000多年 新加坡给华人世界做了一个表率 我非常赞同新加坡政府所相信的 新加坡能够有今天的发展 今天的国际地位 最重要的是 坚守了honor所包含的东西 那就是尊重 正义 诚信 责任 担当等等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